余政全過去從事光電工程師 身為獨自的他在接手家裡的柑橘果園後 發現在地居民對於生鮮蔬果有著大量的購買需求 便在新竹市區成立仙竹市 全新投入農產品銷售 其實我們之前在做柑橘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有做外送社區的服務 然後過這一塊之後 有一些客戶就問我們說 我們除了我們自己有新的柑橘之外 還有一些其他的農產品 然後可以讓他們可以團購 所以我們就找我們青龍的夥伴們 去看有什麼適合的東西 然後去做銷售 就這樣一邊團著團著 然後後來就會發生 我們其實需要一個實體店面 讓消費者可以選購 或者他有時候他才有F9的東西 來逛我們活動 然後也可以來取貨 取那些運購的東西這樣子 仙竹市商店內 除了販售新竹當地農友生產的生鮮蔬果 也處處可見來自台灣各地的小農產品 受到許多顧客們的喜愛 因為我們每次去展售的時候 就會發現 有很多攤位的農友的農產品 真的很厲害 木瓜吃過很多東西 會變成古瓜 或者是蝦子吃過這句話 台灣的很好吃的蝦子 對 那我們就是把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就這樣洽談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幫我們家人做一個機賣販售的部分 讓我們慢慢去增加我們的品項 老闆娘說 他們並不是在幫助小農 現在許多小農的產品 都已十分厲害 而仙竹市要做的是 提供這些產品一個平台 讓顧客能夠依照需求去購買 也能直接與顧客溝通 並由顧客的反饋去思考生產 或是加工的部分 能夠如何做調整 生產的很多東西很好玩 那會很賣不出去 那你卻說不知道 末段消費的狀況是 有些東西 消費的可能不知道很好 或者是他不知道說 這些東西要怎麼使用 這樣子 然後造成一個 那個知識的斷層的落差 對 那我就是做了一個新聞之後 才發現說 原來我們要怎麼去改善我們的 一級生產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跟我們有溝通 消費的需要的規格是什麼 產品是什麼 讓他們可以更好地去對話 下一次的生產 那也可以讓我們自己的朋友 收益更好 不會說 做了很大很多人 然後生產的東西 卻賣了不好的家 可能會有 產期調節失衡的問題